正厅级和正厅级可不是一码事 这里有个植物含权量问题 文山市委书记 这种快快上的正厅 比条条上的正厅级含权量高得多 植物专家田丰义 依据公事谋官职 植物含权量听着荒唐 但却有着有效含量的直观表现 在田丰义的眼底 为官一任的目的绝非什么造福一方 而是为了谋取权利 同等植级序列谋求更大的权利 权利越大 能够支配的资源也就越多 支配的资源越多 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说白了 植物含权量直接关系权利变现的能力 所谓快快指的各级政府 所谓调调指的是各个部门 同等植级上快快和调调的区别一目了然 追求植物含权量的田丰义们 更想认知于快快还是调调可想而知 只是田丰义懂得不少 但事实却并不见得随人心意 关于田丰义的认知 书记和省长早就有了具体打算 田丰义 你怎么了 我跟老鱼说了 调他的省文化单位去 去搞文化建设去 是不是可以考虑文化厅通常 不 到省作家协会去 人家是作家 还带着硕士生来 省作家协会 同样是厅局级单位 但却是田丰义所言之条条上的厅局级 当然并非田丰义的理想归属 基本相当于职务含权量最低的安排 另一边 田丰义也察觉到了不对 因为自己的老领导 时任汉江省委副书记的于华北 不愿再搭理自己 不对头 肯定不对头 我的这位老领导 想换将了吧 爸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这将怎么换 难道 让马达当市委书记 你以为不可能啊 文山是于华北的老地盘了 面貌确实需要变了 再这么护下去 他的脸面没出摆 他现在要用人 既要贴心 还得能干 官场义是江湖 江湖就有争斗 争斗就得分个派系当别 作为文山原市委书记 于华北对文山的关心 早就超乎了他的管辖范围 他希望看到文山迅速崛起 更希望文山在自己人的手里崛起 所以关于文山的班子调整 于华北需要一个能干的自己人 很明显 田丰义并非最佳人权 这个所谓的自己人能力不足 而且从来就没把心思放在本职工作上 当然马达没有田丰义的执政经验 而且管理水平似乎也有不足 但田丰义很清楚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你爸爸犯了个错误 也许是个大错误 这阵子汇报的频率太高了 很可能跟于华北造成一种印象 好像马达在谋室 我在谋位子 还有刘壮夫 这几天也阴阳怪气的 我怀疑他背后给我使坏 所以说凡事绝不能本末倒置 就算是跑关系也要有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你要先把本职工作做好 你要想尽办法争取领导的信任 对于领导而言 所有的人事安排都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我的利益当先 给你安排职务和级别只是附加效果 领导想通过这次安排达到什么效果 实现什么目的才是关键 领导想要改变文山的面包 而你却无法实现这个改变 你自己说领导会不会给你安排 但是三儿却不以为然 心态更为平和 爸 我真觉得您想多了 就算做不了市委书记 我觉得也少不了你的正厅级 三儿 正厅级和正厅级可不是一码事 这里有个职务含权量问题 文山市委书记这种快快上的正厅 比条条上的正厅级含权量高得多 含权量 爸您跟我说说吧 任何职级都有个含权量问题 省里有些厅级举办 甚至不如快快上的一个科技乡镇 含权量 职级内的有效含量 含权量越高的职务 才是更为理想的安排 田丰义谋求的市委书记 乃系厅级含权量的极限 也就是说 田丰义想要的绝非什么正厅级 而是正厅级别上的权力巅峰 就算市委书记当不上 也绝不能闹一个虽为正级 但却含权量极低的职务 你爸爸可不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 我是有科学依据的 是根据职级含权量公式算出来的 你看 含权量公式是这样的 Q 职级含权量 等于S 实际权力支配力 加上C 财政支配力 除以Z 三儿 你踏上去公式算算吧 啊 当官当出了学术突破 当官当出了科学依据 田丰义可谓职业试图人 竟然总结出了一个让人不得不服的计算公式 这个直级含权量和有效成分百分比的计算公式基本类似 田丰义认为的有效成分 就是实际权力支配力 加上财政支配力 再除以相对应的直级 也就得出了直级内的权力含量 为了让儿子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田丰义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 拿个熟悉的单位算一下吧 比如省作家协会 在边干部五六十人 经费几百万 加上必要系数 也只约等于一个二列相振 所以呢 你爸爸宁愿这次不提 留在温山继续做市长 也不能到这种所谓的厅局机单位去 就这个公式而言 除数一样 被除数越大 结果也就越大 省作家协会和市委书记相比 同为政厅级 除数一样 但在边干部和经费数额 这个被除数却有着天壤之别 职务含权量孰高孰低 一目了然 也就是说 核准职务是升职还是降职 不以职级为衡量标准 更不以实际权力支配力 和财政权力支配力为衡量标准 要纳入公式计算一下 求得权力的有效成分才行 到底是田丰义的儿子 听到老子的解释 儿子立马能够举一反三 就自己的具体情况 证明了自己的学习心得 爸 照你这么说 那我也不该到那个县司法局了 当然不能去 县司法局管什么 管一两个律师所 加上民事调节 植物含权量低于乡镇 我已经和你们王县长暗示了 要提呢 就得快快上提 一是提不起来 你这副政长先干着 好 爸 我都听你的 官二代们一旦踏入官场 为何能够迅速升迁 背靠大说好乘凉 潮里有人好做官 只是一方面 关键在于家庭氛围和家庭教育 你教孩子要懂礼貌 会分享的时候 人家正在教育孩子 要走快快还是条条 你教孩子不能说谎 老实本分的时候 人家正在安排孩子的升迁路线 打好了一切招呼 人之命天注定 除了出生上学和结婚 三个关键时刻 再无改变命运的时候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唯有奋斗而已了 关于这份特殊的研究 田丰义还有着自己的理由 三二身在官场 就得研究官场研究权力 不研究不行啊 否则吃亏上当都不知道 被人卖了 还山呼万岁谢主龙恩呢 你说他太好了 太深刻了 既然换届江湖 自然要懂得江湖的规矩 最起码也要追到 自己输在了哪里 更要保证别人只敢坑你一次 而后全是真心 这种课也只有我给你上 一定要记住 在谋取任何新职之前 必须先了解清楚 新职级的含权量是多少 一般来说 省市县这种块块上的职级 比部委局办这种条条上的职级 含权量要高 而且高得多 但也不绝对 比如主管人事的组织部门 财政支配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因为实际权力支配力 和财政支配力的恐怖增加 都能直接增加倍除数 进而得出更大的职级含权量 任何一个职务 含权量既是常数 也是变数 要善于挖掘 这会涉及另外一个公式了 含权量挖掘公式 在这个公式里 直级的意义就比较重要了 直级系数越高 辐射系数就越大 含权量挖掘扩展就很大的余地 当然了问题是 谁来挖掘怎么挖掘 这就是会不会做官的区别 能不能让自己的实际权力支配力 无限扩大 能不能让自己支配更多的资源 既然直级无法改变 那就只能从被除树上 寻找突破口 节流不成只能开源 升迁无望只能开发 含权量挖掘的余地 才是填封一门进步无望 以求的第二步追求 只是如果官家都是如此 只有研究权力和挖掘权力的心思 何来造福一方 何来百姓福祉 填封一才是官家的北海 才是罪大罪恶的婚官 幸而时代已经改变 官场焕然一行 理应庆幸